歡迎收看小老婆騎車資訊網 我是阿娟 Ducati 終於帶來了眾人期待已久的大改款 Monster車系 首先我們來看看最受爭議的外觀 相較以往較為圓潤的燈型設計 改為類似水滴狀的風格 同時以環狀日行燈點綴 全車採用LED燈源 並且採用序列式方向燈 鑲嵌在車身上達到更接近汽車般的質感 同時還具備轉向自動取消功能 確保騎士在轉向後不會繼續開啟方向燈 全車的設計十分緊湊簡約 並且在輕量化的工程上著眼 讓我們細數一下 與舊款Monster 821相比 全新Monster的主車架減輕了4.5公斤 副車架減輕了2公斤 輪圈與搖臂減輕了3.5公斤 引擎減輕了2.5公斤 加上其他零零種種的車身部件 全車總共減輕了18公斤 肝重來到了166公斤 全新的Monster 將重心放在車輛的親和力 坐墊寬度收窄 增加騎士雙腳的著地性 為了在穿梭車震時 能夠更輕易地掌握車身動態 舵腳提升至36度 比原本的Monster 821多出了7度 同時在車把部分更像駕駛挪移了7mm 改善了置腳位置 換取更直挺的騎身山腳 有效減輕駕駛的負擔 Ducati 大量下放電控系統 新款Monster有著三種動力模式 分別為Sport Turing 與Urban 進退快排系統 循跡防滑系統 彎道ABS系統 彈色起步以及前輪防護具 並且可調整介入程度 確保騎士在享受超價樂趣之餘 也能獲得完善的安全性 本次Monster採用全新4.3吋 TFT全彩液晶儀表 還提供智慧型手機連線功能 Monster在動力核心也有大幅的進化 全新設計的TESTA STATA引擎 排氣量提升至937cc 最大馬力提升兩批來到111批 並且能在9250轉時湧現 雖然馬力提升幅度有限 但這顆引擎其實更著重中低轉速時的出力 在6000轉以下增加了20%的扭矩 為了給予Monster車系更具運動形象的外觀 本次增加了Monster Plus版本 在這版本中 前方小封鏡以及單座蓋尾標配 本次Monster在配色方面 共有運動感十足的Ducati紅 激進神秘的亞光黑 以及質感十足的Aviator Gray 打造高度質感 覺得配色不夠展現鮮明運動感的話 另外原廠還有提供個人化彩貼 最後對於基本教義派的Ducati車迷來說 本次的Monster在外觀上可說是走位了 不過有捨必有得 捨去了長期使用的標誌性格柵車架 換來的是參考自Panigale V4的鋁合金車架 在原廠的宣稱下 經過大改後的Monster得到的操控樂趣 以及更輕鬆的騎乘體驗 相信能讓更多人體會Monster的魅力 今天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阿娟 我們下次見